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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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间调查 收睇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翌日釘銀了 結果 73歲的姓陳藍寺 今天就 被正式改為 控告去謀責案 這些不是 第一次的 老實說 又不是深仇大恨 因為鑰匙在那裡 互相推撞 68、73 當然我們是馬佬 吵起來 是不能說的 有時候真的不能說 但是就是這樣 我今天看到這些資料 街坊去訪問 羅伯的死者 他經常拿著怪物 在挑釁 他搞事 他瘋的 那你明明出去瘋的 你還理他 你沒可能突然被他挑釁 搞事 老實說 甚至乎都未必是打 是驅撞 那你一線 你以為你被跌倒了 頭落地 真是麻煩 這個世界上的事 現在這樣說 那一剎那 真是有很難忍的 現在好在 因為 我真的盡量不希望 為何我現在 我連抄牌都不出去 叫呢? 因為我不想跟警察接觸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以前我們會聊天 現在無謂了 不是 又不能說 自己不想 不想 是吧 即 嘩 嘩 又要去警察局 搞了一陣子 唉 忍了一口氣去 算了 就是這樣解釋 或者年紀大了 如果不是 喂 那些人說 解決不了問題 當然解決不了問題 但是如果打 那些人的樣子 爆光 那些人是長範 那些人真是抵打 那些人 是不是 不是想打 那些人真是抵打 譬如 喂 哥哥 不好意思 我們在排隊 什麼事啊 排隊 看不到 有些八婆 我一早來 小姐 不是吧 我們這樣說 嘩 我們兩個 我們幾個人而已 你問什麼 什麼 有什麼大問題 你趕他死嗎 有些人真的很厲害 機場那些 他對得多 攝理隊 是啊 喂 說真的 吵你了 當然 你時候 如果你真的打了 於是 為什麼不忍了他呢 但是那些人 你問心一句 大家 吵你了 你是不是想吵你了 你是不是 吵你了 吵你了 你是不是很賤的 當年 大家上網 不知道找不找到 我們在 唱紅打黑 我們說那個大婆婆的 是 其實挺冷靜的 真的問心一句 但是那些人 你都不會 因為他的知識 來不吵他 他大婆 不是 他當然是說一些 黑話 是 其實 其實我們做什麼 為什麼他要吵我們呢 瞄你們 是啊 瞄我們 因為我們叫別人不要去 Sogo買東西 他們要吵你老母 走開了 大婆 吵你老母 大陸妹 死臭 其實他生氣是有道理的 但是 他生氣是有道理的 但是當他惡人惡上吵咬你的時候 你就不敢搶了 嗯 那就吵咬他 那時候你真的想 但是當年後來我看那些片子 我實在說 你有沒有連香識辱呢 他說 小姐 我看你三十多歲而已 你旁邊的老爺 七盆東西 餵不餵得飽你 要不要幫忙 給你一個電話 其實是要羞辱到他老公盡 好了 真的很無謂 大家唯有忍 那你說現在的事情 是不是多了 是不是市道不好 氣氛不好 其實以前八九十年代 都會偶然有 不過現在是多了 是多了 你說電話拍 那些都是沒有電話拍的 我們在街上看到人家吵 那個機率也大很多 嗯 好吧 好了 這一件事有點古怪 有個61歲的印尼籍男子 拿著一千萬的美金本票 帶著一個姓李 34歲的翻譯員 走到匯豐那裡開戶口 開銀行戶口而已 職員發現本票有異樣 報警處理 那麼警察就把這個男子 和這個34歲的女 反譯員 就拘捕調查 喏 你問我呢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受騙的人 嗯 正常來說呢 因為你不是拿一張本票去cash 你拿一張本票去開戶口而已 嗯 其實銀行就算 現在不發覺有個古怪 和你開了一個戶口 他終於都會知道你的本票是真還是假的 那麼當然啦 你銀行的程序 你說 喂 我給那張本票是真的 你們換了 其實銀行都有程序 是去保護自己 但是他們一看 就會發覺 咦 有些不對勁 就報警求助 因為銀碼實在是太大了 我不知道 有很多 很多人 真是很容易被人騙的 其實我在節目上都說過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08-09年 我接觸一個客人 那個客人吹得很嚴重 接著呢 就發了一張 大陸的個數 單給我看 那我一看就覺得太假了 但是 我未免得失去客人 那我也回去給他老婆看看 因為為什麼呢 我不懂得看他真還是假 他的銀碼 是2600億人民幣 明通銀行 我2,600億人民幣的本票 喂 我在想 即是賬底 我不知道 賬面 成哥 都是兩三千億身家而已 港幣 你老婆 那麼有 當然我給他老婆一看 就是假 但是他們很年輕的 證明我有料 然後呢 就 跟你又喝飲食吃又聊 你們 那我當然不會這樣笨拆 所以口哭之乎 一齊搞 不過我剛剛錢賺不到 喂 拿著五十萬來 喂我沒有啊 哪來呢 那五萬有了吧 五萬啊 我剛剛給了什麼 五千有六吧 即是那一隻 那一餐哪有賣單 要喝完 喝完 三幾十元那些茶 茶餐廳那些 我一定賣的 吃飯我就不會賣 吃飯我都不賣 你有沒有這些 那樣 你不拿那張東西出來 其實我也很難去猜測你 屌你 你太抱得太 一太千片子 屌你一千萬美金的本票 OK 好了 另外 這個快講 六警 其實八警 兩個警察 very lucky 地 掉了 兩條女呢 女警 龐俊斯 即是扔紙巾那個 OK 以及女警 尹柏斯 尹柏斯 尹柏斯呢 就是 作虛假口供 就是附和他的同事 一起屈黎民那個 OK 那兩個都上訴 OK 就是被判刑 這個龐俊斯扔紙巾那個 就判囚兩年零一個月 好了 作虛假子供 屈黎民 就判囚三年零一個月 那其實呢 他們兩個都是老房來的 妨礙司法公正 那為什麼 就這樣看下去 尹柏斯會多成年呢 因為 畢竟你涉及屈人 這是很嚴重的 那龐 龐俊斯呢 他就是上訴罪名 尹柏斯就是上訴刑期的 OK 那龐俊斯也申請了這個 保釋 啊 就是 老實說 你上訴刑期也算了 尹柏斯 你龐俊斯上訴罪名 而你做的事 是企圖遮掩鏡頭 加刑 OK 你這樣就是 你完全無悔意 當年你有權上訴 那龐俊斯 真的 但是我真的 我一定留意著上訴 一定 分分鐘加你到尹柏斯 這些 是不是 老實說 你身為警察 知法犯法 嗯 你說他們平時怎麼做事 警隊裡面 也可能很多人 替他們不值得 但是 但是 你沒辦法 這個世界上就是這樣 在警權 怎麼大 你大沒有人權 雖然 我們在2019年發覺 就不是 好 另外 這個叫做林珍薇 真的這樣 看看案情什麼時候發生 Janny 案情呢 就說她是在烏溪山 英基國際幼稚園 當行政主任的 說她在2018年9月至2018年8月 這樣就明白了 這個是 before 2019年 OK 甚至在 2021年也未必開關 那些幼稚園 都仍然是很 好 其實我是不明白的 喏 其實她是收錢 譬如有些人 她的小孩子 排到好後 根本沒有機會 入學 的 於是她給搜索 收人錢 或者有些人 遲了報名 想早些 因為她是行政主任 收人錢 校方發現後 校方發現後 教組已經是把她 解除了 解除了 亦都報警 好嗎 當然我看上去 最好笑的是 其中呢 有個家長呢 因為 遲交入學申請 她的兒子 那個入學次序 就低於212人 她就說 你給我十皮 那 那 家長事後 就等了 小孩子被取錄之後 就把一袋現金 和一個蘋果 就放在快餐店門口 被告林珍妮去取 我心想 屌你老母 讀書讀到 屌你老母 那時候他們 叫你販毒 那你呢 屌你老母 然後過兩個節 屌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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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想說一下 其實我是不理的 林康鄭的年紀 你有些朋友應該 你的朋友大部分都不生 但總有人生 很多人都有 很多人都有生 你的貝勒去到現在 你的貝勒生 都是不是這麼緊張 那些幼稚園 生理學 真的這麼緊張 那個老公 應該沒有這麼緊張 一般來說 有些食欄都很緊張 又要幫學校做義工 又要捐錢給學校 捐幾十萬 什麼都有 到今成就是嗎 是 但現在的學位 已經是容易很多了 相對 都要 你進去名校就是 他有這些名校 有這些錢 應該不在外國讀 怎麼知道呢 我真的不明白 你們真的覺得 你們真的覺得 在名校 讀聯名校 於是 那條路 就會去到明中學一條龍 上大學很容易 然後出來找到一份好工 當然 如果你這樣去部署這些小孩子 很明顯的小孩子 由現在入英基 然後就要學法文 德文 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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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音樂的芭蕾舞 做一件事 那些家長 進了家長會 嗯 那些學生的家長都很重要 其他家長和生意大脅一下你 合作一下 可能我真的 我真的 性格問題 老實說 這些家長會 我一定不能去的 我真的去不了 嗯 我進不了 他們看不起我 我也看不起他們 嗯 因為本身我對 中產階級 那些所謂的斯文人 我已經是有一種 特定的鄙視 屌你老母 我已經很嚴重了 然後我發覺你 屌你老母 你很緊張你小孩子讀書的 屌你老母 我就已經 又再鄙視了 加多三重了 是 當然了 他也鄙視我 屌你粗口很難吃屌你老母 是 字都不懂得說那麼多話 屌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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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緊張 結果你兒子屌你老母 就出來跟我兒子打工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這個你認清楚 看下世界 在帝日子不是 你去估帝日子嗎 現在真的日新月異 你去估帝日子嗎 你現在這樣 去栽培你的小孩 甚至乎 你的小孩不知道 某程度如果知道 或者媽媽那時候 要跟你付錢 你是在做什麼 你是在做什麼 給你兒子看 所以他看不到 走後門 說謊 記住 interview的時候 問你屌你老母 你住哪裡 你記得住Karlon Town 問你回答什麼 你記得說是 屌你老母 我爸爸 drive me to Kittgarden 怎樣 千萬不要說屌打12號A 加他說謊 記住 記住 他們就是 屌你什麼二樓 什麼書院道 屌你什麼16號 媽媽我們不是住 I'm an estate 嗎 可以 屌你了好嗎 但最後可能就是這些才能生存到 是嗎 我真的不知道 每一個人有生存的方法 我不要這麼極端 每一個人有生存的方法 但起碼我覺得我 喂 屌你怎麼這麼淡蕩蕩 都不知道幾個人 你們不想是 攀農附奉 去到家長會 說一些黑話 老實說 其實我真的不適合這個社會 或者商業社會 我在近年已經很少 但是還是終於犯過一次 有一次 有一個 supplier 我記得也做得不錯 在我身上 就帶了另外一個 supplier來 OK 其實另外一個 supplier 我想他也沒有 因為他沒有聽過節目 不知道我是誰 其實也沒有想著跟我做生意 我也沒有想著跟我做生意 可能他跟 跟我有做婚做生意的那個人 一起吃飯 他就上來找我 一起上來 但是我們中間那個 supplier 就是中間 認識我又認識他 就可能很想連結我 我跟他 因為他覺得 他其實是很容易的 覺得那些東西適合我賣 這樣說出來 我忘記賣什麼 我也覺得 OK 有些東西可以看看 然後 我問他 他銷售一些東西 我說拿來看看 有沒有 catalog 這個人又沒有 那個人又沒有 還有他的態度 不是他沒有帶來的 我覺得他根本就是看不起我 其實很閒 別人不會這樣做生意 大家做生意講錢 我就忍不住 我跟那個中間的人說 我說不要這樣 你不要什麼 他都看不起我 你怎麼是高級人 你怎麼看得到你這麼粗人 你下次帶人上來 你先看清楚 你明知道那邊你是什麼人 帶他上來 你這麼壞樣看 臭男子 我就不停狂吵他 其實當他 我一邊吵我一邊後悔 我一邊吵我 知道我長大了 為什麼我不吵你 他說不要緊 下次談 好好好 做生意就是這樣 我真的受不了 他那些 為什麼呢 我現在長話就短暑了 他眼神是暴露出 你剛才我說的那種 高中產 什麼住港警峰 你有沒有做生意 看不起你 就是說 阿正 你女兒 你女兒像這樣 有沒有想過送她去英國讀書 明明你有沒有住在香港六十七 你知道的 就是那種 你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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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 我真是好丁不順 好了 我不知道這件事 你女兒 只是告這個林真美 你女兒 全部都被抓了她 你女兒 全 十四個被告 那應該有了 有了 家長 全部被判 你女兒 沒有仇系 這麼緊張 把人 你連自己都被搞定 你搞定 就不用做狗 他家長在那裡拆鞋 他政府在那裡拆鞋 就是了 希望你女兒 我一向都會生苦的 我給你 因為我批准了全世界的人 就要自己瘋你獨行獨斷 就要自己這麼辛苦 我不用求人 不用求人 給我 給我機會 你是阿波的爸爸 喂 我阿關 是啊 Picca 經常跟阿波 是好朋友 一起看阿波 還回主日學 真的文明不如見面 原來你這麼英俊 年輕嗎 哎呀 我就老了 喂 你做月餅的嗎 喂 你真的要指教我 我以前都做什麼 多欣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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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另外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好說 有個網友 說乘巴士 見到有個媽媽 和女兒 坐在關愛座島 跟著有個婆婆上車 就說媽媽 好被女兒坐關愛座 好了 那 其實呢 後面是有位子的 那麼 這個網友就說 婆婆 喂 後面有位子啊 關愛座不是一定給你坐的 是有需要的人坐的 好了 那婆婆不管她 繼續罵媽媽媽 後來那個網友就說 哎呀 免得煩了 起車了 起床了 因為她坐在媽媽的旁邊 那些會排位 哎呀 婆婆你坐在這裡 現在不是坐的問題 她就不應該坐關愛座 跟著呢 那個網友呢 到站就下車 就見到那個婆婆呢 都沒有接受 其他人 好像很多人 哎呀 給你個位子啊 搞事啊 其實這個媽媽呢 也都 看到她這麼說呢 也都想和女兒 起床坐在別處 怕掉了 但是呢 原來那個媽媽呢 一丟二丟 是吧 這樣就收拾些東西 都很厲害 嗯 那我真的不想再說什麼了 屌實的 那婆婆 啊 說真的 豈時死忍 去收關愛座呢 堅決問去收 屌你了 就是那些左翼那些 想起來了 想起來了 老實講 讓人坐 她經常說 哎不是 去關愛座 每個人都坐得 但是因為 你譬如說我很累 我不舒服 我年輕人可不可以不舒服 當然可以 你看不到嘛 嗯 你不會看過吧 那些老傢伙呢 就刺老賣老 我屌你老母 真是老實講 見到老人家給一個位置去坐 不管自己是否舒服 我都認為 你給我坐巴士 我以前還都是 我為什麼呢 我不是這麼有徒情心啊 我告訴你 是否懶惹犯了 我是懶惹事 這個是我二三十年前 我懶惹事呢 我坐在那裡 又站在那裡 那些人覺得我 是啊 即是地鐵 巴士 什麼都說 我寧願站 是啊 我懶惹事那些人覺得我 坐兩個站突然間呢 是啊 不是 甚至乎 旁邊的人在 不是 甚至乎他老爺都未必 是啊 他老爺都未必有出聲 他老爺自己 哎 阿婆 你給你啊 不用啊 我坐兩個站 於是他坐在那裡 幾多隔隔隔隔的那些人呢 不舒服 所以呢 我樣像是因為這件事情 這叫群眾壓力 是啊 好了 但是有些意料賣老的 老實講 如果我一屌他 喂 那些人一定是說我不對的 為什麼呢 他是老爺嘛 但是如果那個老爺是 喂 屌子 我找你錯了 你坐得這麼過樣 那一會兒 一哭二哭三哭 喂 老爺一定是 正常來講呢 我們經常說 喂 父老葵友特別 我很喜歡父老 比葵友多 所以為什麼呢 有啊 太多人不去關注了 喂 但是 可不可以有欺老才 永遠都說 不要說老爺 小孩子都欺老才 你問我十三妹妹 你去教幼稚園 那些小孩子兩三歲三四歲 你們不會 那些小孩子這麼天真 他不會的 我們要給他機會去 因為始終是小時候 但是 你猜小孩子會不會很欺呢 很欺欺的小孩子呢 誒我先誒他先 當然有啦 當然有啦 那些老爺會不會 當然有啦 咸濕百貴哪裡來啊 喂 林鄭這樣 他現在六十幾歲 他過了十幾年 七十幾百十歲 難道他屌你 變成一個 潛眉是目的 老好人嗎 話人變老 話人變老 老實說 他這個阿婆 明明周圍有位 為什麼都要搞事呢 他是拼住了 第一 他可能在認知上面的錯誤 就是說 關愛座 我可以接受的 關愛座 是要被老人家坐的 我當他認知錯誤 但是 就算當他認知錯誤也好 因為現在 你不是沒有別的位置給你坐嗎 如果是沒有別的位置的 嘩 你這個老爺 你這個年輕人給你坐了他 他是官符一種呢 有些人是這樣 不是我坐不坐的問題 我要教你 裝了東西 OK 我都明白 但周圍是找錯誤 吵的 兩元坐車說這麼多話 吵你老母 死老怪 聞到官場 香香 我落米飯啊 你老母 臭蟹 你根本貴根啊 七十五啊 最多給你有十年 八十啊 最多給你有五年 你九十歲 吵你老母 在襯地淋 你吵你老母 骨質疏鬆 多點曬太陽 不要亂說話 吵你老母 你脫了那件衣服 你脫了那件衣服 吵你老母 七八十歲 你到那邊 頭到那裡 吵你老婆 又黑又多毛 混蛋死啦 吵你老公 吵你老婆 吵你老婆 混蛋 吵你老婆 賣個S&J 吵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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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吵阿婆 以前 吵你老婆 老實說 吵你老婆 好像有一次 我在花園街 看到有個年輕人吵過老婆 有一個年輕人吵過過年輕人 但是我很久沒有幫我年輕的兒子 為什麼呢? 因為我知道有些阿婆 要看什麼事情 不是啊 她今天真的偷東西 一被你抓到 一次兩次就說 就屌尼尼尼 一哭二三菜 對呀 在這裏地 很多這些 那你跟著 好 接著人家 嚇了去 店舖 拿回以前的影片去看 原來是屌尼尼尼尼 好 接著人們開始轉後方 誒 別打他 不要啊 走啊婆 我這樣報警 你一兩兩位 他還要打你 好難波的 是神經病 這裏的那個眼眉 你有沒有 這些老人家老了 皮膚宗慈 你有沒有 成熊的黑斑 為什麼呢? 第一 糖化了 新陳代謝不夠 第二 身體不好 你有沒有 眼眉就是這麼老 你有沒有 脈就不像生裸出來的 你有沒有 維他命D不夠 你B不夠 你骨質疏鬆又有脂 脆又細細 你彈不彈 哎呀 婆婆婆 沒有陰工 糟糕死了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好多這些壞人 大家休息一下